她的选择等你来选择 男嘉宾您会选择几号呢 谢谢 谢谢 我都不想上牌了 别点 别点 对 二号 再了解 了解呗 再了解 你上家幸福的样子 来吧 接下来 掌声有请四号女嘉宾 大家好 我想找一位 一起一直过日 真心对我 又包含心的男士 我是来自沈阳朱丽 我欢迎您 您好 女嘉宾长得实在是太漂亮了 特别像那个电影明星叫刘备 您知道吗 有人说过吗 有 经常有人这么说 是吧 你又没有骄傲自满 不是 有人说像刘备 是经常有人夸她 太漂亮了 谁敢追你啊 都这样说 男嘉宾 你可以看一眼 这样的美丽的女士 您觉得有压力吗 如果跟她在一块 那没有压力 有压力 你怎么这么有自信啊 你镜头显得多漂亮 比她镜头 对 她长得好看 男嘉宾 稍稍您有一点点变化 就是和我们上一场 那个女嘉宾见面的时候 就是你的整个阳光明媚的表情 给我们了一种亲近感 这也分人 我就在这儿 我就要调你眼 你三位主持人给我意见了 有啥进步的呀 你给我的帮助嘛 她长得好看呢 对呀 你就进步了 我不得接受你们三个人的意见吗 那你的进步速度太快了 火箭是什么 开玩笑 对不对 咱叫演员对上了 是不是啊 这个男的也有意思了 有点意思了 如果真的是对她动心的话 你想好 第一次约会或者刚开始怎么追呢 给你点时间 咱先放个短片 让你深入地了解她一下好不好 来 请看大屏幕 20540号女嘉宾 孙女士 52岁 沈阳人 离已退休 孩子已独立 大家好 我是沈阳的朱丽 今年52岁 我开始拿退休机两年了 不过我还在工作 在商场卖货 我其实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 但我的业绩一直不错 我能很好维持 和顾客之间的关系 可能和我大大咧咧的性格有关嘛 干啥都杀人历数 不喜欢拖泥带水 除了上班之余 我和朋友和家人打打羽毛球 既开心又锻炼了身体 但回到家里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孤独感越发强烈 我知道我该敞开心扉再找一个伴了 人生的路很长 有人陪着一起慢慢走 是很幸福的事儿 今天终于鼓起勇气来得到爱的选择 希望能碰到我的有缘影 爱的选择我来了 我跟你讲一件事儿啊 叔叔 你可要好好珍惜四号女嘉宾 你知道为啥不 人家女儿今年已经开始工作了 她才感觉有一点孤单 原来压根没想找 她是因为志气才来这个舞台的 跟谁志气 跟她一个朋友 我朋友就说 哎呀你这性格挺极的 你家里家外你都能找 你还能找着合适的 就这一句话 就你这样你还能找着 对我就请 来气 按一下去行 我就必须得找一个合适 像样的 我跟你讲 你那同事啊 应该谢谢他 回头你要真找好另一半 他是我生命的黑天使 贵人 是不是黑天使 就他不刺激你 你能勇敢地卖出这个地方 是不是 你回头你去看看人家 这要成了 我得感谢他 来打个分吧 男嘉宾跟女嘉宾打个分数 90分 女嘉宾跟男嘉宾打个分数 88 好 这数极力啊 来 这是生育数 对 兴红啊 来 刘贤二位坐 我那边比较 是最高分的在他心里 你有推理吗 有啊 都有 你在哪儿推理 我在电车公司 电车公司 来吧 接着咱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你家听的亲战经历 我有一段时间 依旧去亲战结婚 刚开始的感情 真的是太好了 去哪儿都出声入对 好景不成 在我女儿梁山顺的时候 她就像变了一个 一个人一样 变得不上进 在家待了半年多 也不出去赚钱 她不出去赚钱也就罢了 家里用钱她没有 跟朋友出去吃饭 有钱 然后她姐姐她们 还三天两天来家里吃饭 我不是一个小气的人 但是前夫不工作 又大手大脚 让我很难接受 我劝过她很多次 但是我渐渐对她失望 对这段婚姻失望 2006年 我们走进了民政局 领了离婚证 我们分开后 我把自己内心封闭起来 不想再去了解一个人 也不想再走进一个人生活了 直到这两年 孩子大了 不经常在我身边 常年累月的自己生活 越来感觉越孤单 今天来到爱的选择里 我想找一个就是 互相理解 互相包容 互相关心的帮女